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身瘫痪的姑娘 在西医已经宣布没有办法之后 其母带着她找到了任心征 任心征给小姑娘开的药方居然是三百年的马片磨碎后 合着童子尿吞服 还有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太太 西医说她只能活三个月 任心征看后 直接说老太太的病是业障 药方是游山玩水 玉庙烧香 看到如此奇葩的药方 不仅观众们很诧异 就连剧中任心征的徒弟们都不相信 事实证明 任心征开的这些药方 虽然只是安慰剂 但却收到了奇笑 老太太越活越年轻 小姑娘毫无感觉的腿也开始有了知觉 江山的贤惠 从江山的演艺经历来看 这两年 她与中医的缘分太深了 前面讲到的促行者 江山在其中就饰演了司徒院长这个角色 虽然剧中时 证明司徒院长这个角色是正派 可是其热衷于权力的作风 我不是很喜欢 但到了后浪中 江山饰演的宋灵兰 激进完美 如果说 人心正是百年难遇的中医奇才 宋灵兰更是千年难得的贤内助 宋灵兰出身中医世家 家学渊源 其父母都是中医大家 她自己也是中医学院的教授 人心正要十万元去旧宿不相识的孙头头 宋灵兰拿了出来 人心正要花自家的钱去办中医传承班 宋灵兰全力配合 传承班遇到危机暂停了 人心正想要卖房继续办下去 宋灵兰在纠结之后 还是答应了 除此之外 宋灵兰还非常懂得识人 她反对儿子人天真与许蒙在一起 害怕他们日久生情 完全不能接受许蒙成为她的儿媳妇 从结果来看 的确 许蒙很可怜 不过 这也证实了她当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总的来看 人心正能够取得今日之成就 多亏了宋灵兰 以及宋灵兰的家世庇佑 宋灵兰嫁给人心正 纯属下架 而江山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她与吴刚的对手戏 经常看得我羡慕不已 西美娟和李光复甘当绿叶 老戏古西美娟和李光复 在剧中饰演宋灵兰的母亲和父亲 张继如和宋一人 所以宋一人和张继如对于人心正而言 既是岳父 岳母 又是师父 师母 人心正在外面那时一言九鼎 到了家里 还都是要听宋一人和张继如的话 按照人心正与师弟无善道谈心的说法 任心正修一道 一执尊的就是弟子道 何为弟子道 人心正总结为两个字 无为 说得直白些 就是 师父喊干什么就干什么 师父教什么就信什么 一切为师父之命是从 孙头头在外面病倒 任天真给孙头头开养 下了大计量的大黄 人心正得之后 认为人天真开的方子有问题 再三犹豫之下 去向宋一人请教 宋一人看了方子 一听病人是孙头头 认为孙子的方子没有问题 因为孙头头不是一般人 人天真与孙头头好上了 到饭桌上 张继如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对此 宋一人和张继如都非常高兴 认为他们在一起 就是绝配 然而不久后 在面对赵立权的无耻诬陷时 任心正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说 孙头头是他的女儿 这件事发生后 宋一人和张继如的表现 着实让我佩服的五体头地 宋一人完全不需要任心正的解释 直接说 我相信你 张继如面对情绪失控的宋灵兰 并没有去指责任心正 而是劝女儿 还要用心去爱 赵露丝的经验 诚然 吴刚和江山的演出 为后浪的成功奠定了好的基础 西美娟和李光复的表现 也是让后浪有了广度和深度 但真正让后浪火出圈的 还是靠得年轻演员赵露丝的超长发挥 赵露丝饰演的孙头头一出场就震惊了我 作为一个快递员 他居然敢将外卖撒到客户的头上 还能在送餐途中顺带见义勇为 将自己送进派出所 这一连串的操作 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太有冲击力了 在无善道的引荐下 任心正得知孙头头是江氏真派的传人 就收了孙头头为徒弟 但在辈分上 任心正还要低一倍 就这样 孙头头面对任心正时 一口一个大侄子的教掌 更有喜感的是 尊师重道的任心正还接受了这个称呼 毫无不适感 在任心正办的中一事成班 孙头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有他在的地方 永远都不会寂寞 想当初 孙头头竟如任心正办的师成班 最初的目的是想炮帅气逼人的任天真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毫无女人味的孙头头 到最后居然真的成功将任天真拿下了 但孙头头最难能可贵的 还是在无善道从昏迷到恢复健康的那段时间的表现 孙头头遵从任心正的安排 是无巨细地照顾无善道 硬是将无善道感动得要收他当徒弟 孙头头谁都不愿意得罪 扬言要去拜师爷送一人为师 直接断了无善道的念头 大结局 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后浪也是如此 有开始就有结局 但这个结局 是阶段式的 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开始 孙头头不负重挖 通过了传承人和助理医师的考试 离他的目标进了一大步 张萌饰演的杨小红与彭实验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孙头头也与任天真修成正果 由此 孙头头也就真与任心争成为了一家人 还有赵立全 他经过自我救赎 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未来可期 在这里 我还要特别讲讲赵立全 赵立全选择的是中医 没有家事渊源 这就意味着 他要成功 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可无论是他自己 还是他的家庭 都太渴望一夜暴富了 这也为他后来的选择埋下了饮花 幸好 赵立全没有在错误的路上 一条路走到黑 还算是迷途之返 当然 赵立全能够还在师城搬带下去 除了任心争和无善道的不计前嫌之外 还少不了孙头头的宽宏大量 总而言之 这样的结果 对于赵立全来说 真是最好的结果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